關心到來自嘉義市的消息 這是嘉義市長的參選人彈醫金 稿後提出的政見 發表到嘉義開車站站站站空間的改造業務 強調將於交通、歷史、環境和觀光四大面向來提升 讓車站站站站站的新的空間 帶動到地方的發展 彈醫金基層 它的車站站站站空間改造政見 重點在於交通、歷史、環境、觀光四大面向 交通方面,它提出、進出、賣車 各種計量車百萬区目標 歷史無分,彈醫金表示 跟議會站站是指定勾結 會跟台地積結合作進行保障維乎 為了方言歷史、紀念會去百事件這段相疼 彈醫金主張未來應該在站前講到 製作紀念拜,介紹這16位受人者的面相、生平 以及有我們的經費 並且定期辦理、退出、活動 國車站前能夠有一個廣場 當然我們會將這邊的車道增加 能夠讓大家的交通進鎖是比較順暢的 包括從建設排班 然後還有說小的超行跨越這整個區塊 還有包括說 我們也會將活在附近這些停車區塊 讓自行車、機車以及汽車 有夠的停放空間 當然在這個站前廣場 我們希望能夠來紀念16位的228的受難者 在這個廣場能夠立這16位受難者他們的經驗牌 生平事蹟 運然經過並且定期的辦理追思 彈醫金這次 除了在站前整體美化 彈電波先生 山京地作品中央噴水地裡面 為出於車站 跳蜂噴水地的時刻 為了重現這個美麗的時刻 新站前空間的幾位 竟應該連結到中山路上的噴水地 搭著特意佈置的噴水中山 看錯當中那個看向噴水池的這個視角 所以透過站前改造 你可以重新看到 從車站到噴水的這個軸線 那當然呢 我們也希望它周邊的整個環境 不管從車會園區 然後我們的創業區以及報告的等 促進觀光作法 但已經認為 未來市府可以跟它代替合作 在車站來 基盤家紀市的特色展覽 漸前講座幾位 讓家紀市的街頭藝人 藝人團體進行表演 推動車站附近的文化創意方向 故宮不叫頂地開創 觀光新亮點 讓漸前空間 可以成為帶動 附近區域發展的火車頭 至今新聞 蔡平東家紀市 蔡鳳報當